大家好 寒露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四七个节气 当太阳到达黄金195度时 一般在每年的10月7日至10月9日 今年的寒露为10月8日 寒露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日的节气 但是天气不像冬天一样的寒冷 此时天气吹起凉风 让夏天炎热的氛围快速远离 可以说是最适合出外踏青的时节 俗话说露水先白而后寒 意思是说经过白露节气之后 气候将从秋天刚到的露水凉意 转变为深秋 冷风正正袭来 令人感到几分寒意 所以在早晚都要添加衣服 避免早凉 这个节气的气温比白露节气更低 露水水气更重 在夜晚的时候 从晶莹剔透的露水 开始凝结成霜 更为冰冷 所以称为寒露 台湾的气候特征 到了寒露的时候 天气的形态才会慢慢游热转凉 这个现象在寒露时节的早晨 与黄昏之际 温差最为明显 也证明了寒露里面的寒这个字 在寒露节气之中 重阳节为九月的民俗节日 因为农历九月九日 月与日均为阳述 此集气的月与日 皆为酒 又称为敬老节 由于酒与酒同音 有长久长寿的意思 提醒身为子女晚辈 要及时行孝 以及重视家中的长者 并发扬传统孝道的美德 敬老尊贤 在从阳节这一天 秋灯高 赏菊花 饮菊花酒 佩戴朱雨 所以又称为菊花节 在王伟诗中有一句话 兄弟灯高处 偏差猪与少一人 由此可见 在古代 重阳节有佩戴猪与的习俗 其中的猪与 有去及杀虫的功用 为辟邪之物 秋日灯高为健康的养生之道 现今的灯高 具有与家人一起外出休闲的意思存在 所以政府将这个节日 定为敬老节 各县市都会举办有关敬老相关的活动 此外 此时的气候 秋高气爽 也适合放风筝 每年这个时候 新北市石门区 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 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后 以后 红燕来宾 此节气中 红燕排成一次 沃尔人字形飞往南方过冬 二后 雀入大水为隔 因为天气转寒 雀鸟都躲藏起来 而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 但贝壳外面的外观以及条纹 和颜色 与雀鸟很相似 因此古人便认为是雀鸟变成的 三后 菊有黄滑 寒露快要结束的时候 满山满谷的菊花 已经一一盛开 最后要介绍的是台湾的谚雨 白露水 寒露风 白露日若下雨 则寒露日会有台风 九月台 无人知 九月并非台风生成的旺季 防台的准备容易疏忽 若有台风袭来 常常会令人措手不及 九月九 风吹满天啸 台湾因为季节风的影响 九月会吹九降风的五语东北风 是适合放风筝的季节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这一集的寒露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